巴斯的味道我知道 伴随着2020年开年的一场疫情 巴斯终于华丽转型 成为全民热宠的味道 成功地干掉了昂贵的香水 变成了电梯间里面真正的主角 我们都知道巴斯消毒液可以杀菌 便宜又好用 但你一定不知道的是 我们人体自身就可以生产巴斯消毒液来杀毒的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听起来非常奇葩的事情 首先巴斯消毒液为什么能够杀菌呢 是因为其中的主要成分次氯酸辣 当次氯酸辣溶于水之后 会产生次氯酸跟离子 这是一种强烈的氧化剂 会破坏掉细菌的蛋白质结构 把它们搅和在一起 使它们失去作用 而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基石 失去了蛋白质 DNA无法复制 细菌也就无法完成正常的生理活动 于是也就只好跟这个世界说拜拜了 厉害倒是挺厉害的 但是为了杀灭进入我们人体的细菌呢 我们总不至于要往肚子里面灌巴斯吧 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身体早在几百万年前 就已经建起了一条巴斯生产线 它就是血液当中的一类免疫细胞 中性粒细胞 它也是白细胞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说它是身体里面的巴斯工厂呢 原因是它同样也是使用次氯酸 来帮助人体杀菌消毒的 中性粒细胞的老家是人体的造血工厂骨髓 在骨髓中长大成年之后呢 它就会离开骨髓 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短暂的医生 短暂到只有两到三天的寿命 因为它不像别的细胞那样能够分裂 但即便是这样 它的医生依然可歌可泣 因为它把所有的时间 全都铺在了和细菌开战上面 就连死的时候都不忘抓几个细菌来当垫背 一会儿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讲了 中性粒细胞首先会在血液当中 巡逻3到12个小时 当没有发现可疑目标之后呢 便会接着前往其他身体组织 继续挨家挨户的排查 看看有没有受到感染的地方 当它一旦修出了细菌的味道的时候呢 就会减速听测 然后连在血管上发出这个该死的气味的地方 接着穿过血管壁进入受到感染的组织内部 找到那个早已经被抗体打上了标记的细菌 然后张开大口把它们一吞而下 接下来啊 84登场了 哦不 应该说是84在这找到了灵感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中性粒细胞开始快速产生次氯酸和其他一些强氧化剂 并配合酶的作用呢 把吞进胃里面的 诶 准确说是一个叫做吞尸体的囊炮里面的细菌 给融化掉了 这个叫做吞杀 中性粒细胞还有别的杀菌手段啊 比如对着细菌吐口水 这可以叫做点杀 它向细菌喷出的是有毒的酶 能够将细菌喷死 我们平时看到的伤口化膿啊 就是中性粒细胞喷完细菌之后留下的案发现场了 最后是最为壮观的自杀了 在用前面两个方式干掉细菌之后呢 我们的勇士中性粒细胞并不会凯旋而归 相反 它会原地等待死亡 首先开始慢慢的缩小 然后开始变成碎片 接着被其他的细胞给吃掉 就这么在瓶颈里面结束自己辉煌的一生了吗 No 中性粒细胞的字典里面是没有瓶颈一次的啊 它会在最后时刻吐出体内的物质 比如DNA等染色质 形成一张网状的陷阱 用来诱补未来可能路过的细菌 当我们谈到为后人做贡献 是谁能够达到中性粒细胞这样的高度呢 所以我们真得感谢这座身体里面的巴斯工厂 要是没有他亲戚医生守护我们的话 我们哪里闻得到电梯间里面的巴斯味道呢 我是火箭书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